欢迎新闻 不见疫情好转 卫生总监指出 马来西亚疫情严峻 堪比战争状态 日本曲线稍微回落 来到1754例 原定在11号 借出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因为东京疫情恶化 政府表示将是这两天 新增确诊病例数 决定是否延长措施 越南曲线大幅走升 过去24小时再增加713例 不过疫情之下 越南航空局表示 下半年越南的疫苗 接种脚步加速 预计国际定期航班 到年底可以逐步恢复 南韩单日新增826例 创下半年以来新高 相关单位指出 民众外出活动增加 Delta变种病毒 所引起的感染病例也上升 强调政府会加强中央 及地方的减疫量能 针对高风险地区 进行特别管理 印度曲线回落 最新通报4万3千多例 当地乡村妇女坚信接种疫苗后 会导致不孕 或影响生理期不肯接种疫苗 也让疫苗接种工作 无法有效触及偏向地带 美国新增确诊数 连续4天突破1万 过去24小时新增16000多例 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主任表示 过去7天 美国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增加了10% 全美约25%的新病例 都是感染Delta变种病毒 英国新增确诊数 创下5个月以来新高 来到27000多例 首相强生松口表示 虽然7月19号可以如期解封 不过照疫情发展来看 可能需要额外的防疫措施 法国日增确诊数 回升到2664例 疫情较一周前出现升温迹象 政府发言人艾塔尔指出 从7月7号开始 入境法国的外国观光客 需要自行支付筛减费用 德国曲线下探 单日新增717例 目前当地已经有过半的成年人 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有大约37.3%的民众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西班牙新增确诊数激增 过去24小时又多了 12000多人确诊 统计数据显示 29岁以下年轻人的染疫比例 以日增73%的速率快速翻倍 不过卫生单位表示 年轻人或是接种疫苗后染疫的民众 大多是轻症 全国重症率也在持续下滑中